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种冷叫做阿妈觉得你冷,一名男网友在脸书报废公社公开版贴出一张照片,内容是阿妈坐在传统的灶前添加柴火,就怕孙子下班回家没热水洗澡,让七千多名网友相当感动,直呼有阿妈的孩子像个宝。 男网友表示,阿妈因为怕她工作完回家,没有洗到热水澡,赶紧拿了两块木头网造理菜,让水得以保持热度,不会让孙子冷到。 照片中可见,阿妈那不顾自己辛劳温暖贴心的举动,足以看出她有多么疼爱孙子,也让男网友忍不住,几乎阿妈,谢谢您,希望下辈子还能做您的孙子,再叫您一声阿妈。 虽然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照,但相较于社群网站上,那些刻意炒作出来的假拜炫耀图,增添了些许温度,也唤起了不少网友们,而使与祖母相处的美好回忆。 刚看有阿妈真的很幸福,我好想阿妈,有空要多多陪陪阿妈,要好好孝顺阿妈,应该是你下辈子当她阿妈好好回报她。